現場擺設許多各式各樣 稻草公益所編織的作品 還有現在最流行的電影角色 吸睛程度可說是百分百 這也表現出草屯鎮觀光文化的軟實力 而公益稻草文化節 今年也邁入第17個連頭 整個活動啊 越辦越盛大 有很多我們的各種創意 還有包括很多社團都一起來參與 把今天的這個活動也帶到很高潮 我想這個是最棒最好的一個 這個假日的去處 主辦單位安排各式各樣的體驗活動 有讓親子進行陶藝草編 及子連土DIY等 另外一邊還有開設稻草遊戲區 讓大朋友小朋友可以體驗玩稻草的樂趣 議員檢警嫌也相信 藉由這次的活動 可以讓更多人認識草屯的由來 並更了解地方產業的文化 了解到我們真的超頓 超越頓的由來 尤其超越頓是中操 來延伸的地名 表示真的超頓人 真的是很破實 真的認真的一群 我相信超頓因為有這個文化節 所以說大家可以感受到全民的 真的很辛苦 很極端來做到我們地方的建設 每年都會舉辦公益稻草文化節活動 參與人數多比晚年還要多 議員林永鴻也希望 全台灣的好朋友 相關單位仍多舉辦活動 先迎更多人前來草屯遊玩 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議員黃文君也歡迎全台灣的好朋友 人多利用假日時間前來 經過路過走過 也不能錯過今年公益稻草文化節活動 稻米對我們那個藍頭縣草屯這邊 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的醫師父母 都是要靠著這個稻米 我們之前我們草屯 就是用這個稻草來做草鞋 所以叫做草屯鎮 希望說能看到這個報導的 都能到草屯來跟我們參與 三個禮拜的稻草文化節 公益稻草文化節活動 將舉行到12月13號 有興趣的民眾 歡迎全家利用休假時間前來 體驗並也往這鄉村稻草公益 明日新聞 莊伯君草屯長報道 你走得走 階段 嗯 我